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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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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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这些什么会往被各方撤走 不像后世的朝代 皇帝想抄谁的家 谁便想个莫名其妙的理由 就可以抄了 要想坐稳江山只能把这些世家当活祖宗供着 所以她要从这些土豪的手中抠出钱 简直比登天还难 于是梁武帝才想到了借� fragen佛的名义 开始了一场捞钱大表演 第一次是在公元527年 梁武帝忽然跑到同泰寺 坐了三天住持和尚 还下令改年号为大通 这次算演习 没多久他就回去了 第二次梁武帝又跑到同泰寺 开了四部无遮大会 并有模有样的脱下龙袍 换上僧衣 还念起了《灭盘经》 群臣一看 以为他真要出家 赶紧捐钱一亿 求赎回这位皇帝菩萨 瑜伽姓同泰寺 设四部无遮大会 因舍身公卿以下 以前一亿万奉赎 一次两次没完够 公元546年 梁武帝第三次出家了 这次不单单是自己舍身了 而是连全国都舍了进去 所以这次的赎金也更贵 群臣拿出了两亿钱 次年 萧衍又第四次出家 应是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 群臣无奈 又出了一亿钱给他赎身 这前前后后一折腾 总共花了四亿钱 虽然名义上 钱是捐给同泰寺的 但梁武帝自己就是这个寺庙的住持 捐给四庙 还不就是等于是捐到他自己的口袋里 堂堂一国之君 用这么奇葩的方法敛财 真叫人长见识了 要不是第二年 侯景之乱爆发 估计这样的大戏 还要再上演几次 所以 后世的佛家 对梁武帝的评价一直不高 当年 达摩祖师就曾当面对过他 梁武帝问法 我这样不断地行善 剑四 灶塔 血经 杜僧 灶像等 会有什么功德 达摩禅师冷冷地答道 了无功德 梁武帝听了自然不高兴 在想问其间缘由 达摩别有深意地对他说 佛在心里 心即是佛 就不再纠缠 这个问题了 终究 二人话不投机 达摩禅师 拂袖而去 很快就到了长江以北去了 公元五百四十八年 侯景之乱爆发 次年建康城被围攻 梁氏断绝 饥饿与疾病困扰 横尸满路 能登城抗击者 不到四千人 南梁诸王手握重兵 却彼此猜忌 按兵不动 最后叛军攻进了建康城 梁武帝被困在宫里 一筹莫展 也没有人去过问他 侯景还派人监视梁武帝 他的饮食也被侯景裁减 梁武帝口中苦涩 喊着想吃蜜 却再也没人能给他蜜吃了 最终他忧愤成疾 五月梁武帝被活活饿死在禁居殿 享年八十六岁 从普世的眼光看 梁武帝最大的悲剧 是他搞政教合一 以致这位开国英主 因此而沦为王国之君 中国历史上的帝君 但凡是搞这套的 几乎没好结果 所以后世提及梁武帝 必称他是菩萨皇帝 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嘲讽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在嘲讯上万一路前方的心理 就会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在嘲讯上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在嘲讯上 散敏的价格 他在参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